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女子500米双人皮挺决赛上 科扎克·达东塔和博多尼·多拉获得铜牌 拜赖茨·佐姆·博尔在帆船比赛中斩获银牌 罗伦克兹·塔玛斯则在摔跤比赛中荣获金牌 截止到目前为止 宣亚利代表队共斩获四金 四银以及三桶的成绩 并且可以肯定的是 宣亚利代表团于明日的比赛上将依旧斩获奖牌 因为勒林茨·维克多也进入了87公斤级摔跤的决赛 这位欧洲冠军和世界杯银牌获得者在半决赛中击败了一名埃及摔跤手 因此勒林茨·维克多也效仿了他的兄弟塔玛斯 以自己的级别进入了奥运会决赛 决赛将于宣亚利时间明日下午的早些时分在东京举行 宣亚利女子水球队以14比11的成绩击败荷兰队晋级半决赛 从10比10平局开始 比赛进行了很长时间 不过继荷兰队封门后 宣亚利队并没有破门 希拉吉在最后一分钟有关键性的进球决定了胜负 宣亚利国家队将在周四的半决赛中迎战西班牙 宣亚利今年的国家蛋糕已经诞生 以向日葵命名的蛋糕由布达佩斯蛋白脆饼甜品店的老板福多尔·山多尔设计 制作的材料包括炒葵花籽 威廉斯西洋梨 蜂蜜以及巧克力 本次宣亚利的无糖蛋糕被命名为比斯特里茶玫瑰 除此之外还展示了名为烧伊马尔蜘蛛的圣史蒂芬节面包 以及被命名为凝露的世界狩猎和自然展览的蛋糕 明年将再次举办岛节 举办方表示在2022年的8月10日起直到15日 将在欧布达的造船长岛等待着游客的到来 谈判正在进行当中 他们想要再次邀请世界级明星前来布达佩斯 岛节的举办方曾于5月做出决定 由于疫情原因 同去年一样 今年的老节将再次取消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宣亚利国家电视台提起您注意 接受疫苗 保护彼此 谢谢您的合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